我们现在很多的原理 就是过去我们在念佛法门 我们比较用一段传统的观念 其实早期的念佛也未必这样 中国早期的念佛法门其实是很丰富 就像跟一般禅修这样修的 那我们后来夜走到 就是纯粹用信跟愿这样吃明 那这个当然是印大众的根基因缘 但这样走容易把念佛法门弄小了 很多它丰富的地方不见了 它的善巧也慢慢不见了 我们往往是为了印一般根基 但没有保留它原来佛法的全面性 这个修行 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很多的是 这个它的原理 其实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要领 而且有这样的作用功德在 那我们刚才讲念十方佛 很多人觉得 因为你不了解其他的禅法的话 你就会记得说 念十方佛这样念有什么用 其实你看如果你依前面的 这样一个赤地来 这个十方佛其实这样的观法 它又能符合我们念佛者的因缘 而且它在禅修上的一个境地 是一直不在提升的 所以它观十方佛道一一观成的时候 其实它成就了身心柔软 就刚才我讲的那个九次地定 超越三昧十子混訓三昧 那个我在本身心地观经的时候 心献出十方法界像 就是它先入十字混訓三昧 这在我们高僧传里面 早期 中国早期也有很多人在修 十字混訓三昧 可见他们的禅修能力是多强 那个身心之柔软上下转换的那种能来是有 就一念一起 马上就切入到另外一个境地 因为这个我们的身心向 如果你了解《与此时地论》里面谈的 定向是依什么因缘 那我们现在只要有心念舍离哪些 心念起哪些境 身心自在的 所以心就起作用了 就马上进入另外一个状态 所以包括我们念佛也是啊 念熟的人在心一起活号就现前 活的影像就现前 谁前面所讲的一念起他就起来了 这就是表示你的功夫比较稳定的 那我们看他这里 念十方法 坐观东方 拓然明镜 拓然明镜 无诸三合十笔 为见一火 结家福坐 举所说法 心眼观察 光明向好 骤然寥寥 就是说你跟前面的那个 观相定跟观身身法身 其实都是连在一块 这时候你的心很自然 一起其他障碍相就不见 就只为直观佛 完了以后 唯信念在佛不令他言 心若已远赦之令还 如是见者更争使佛 既见之后互增百千乃至无有边际 无有边际 你说哪有可能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请问你现在看几个人 像我现在看几十个啊 也不妨碍啊 你不能说我现在如果要回答 我要看一个完才能看下一个 那我怎么上课啊 你看我现在念头起来 是不是马上就全部看了 而且我内心从不疑惑 真的有那么多人 现在可以为什么关定不行 当然可以 心熟悉到沉定性 就能看到这样的佛 十方佛 而且十方到哪里 那个意境一起 就好像说我们念 像我们的念头一起 想到美国就到美国 我们想多少量 就多少量 你看我们的那个 我常举那个 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 焊接的时候 那焊接的光不是很强吗 现在你稍微想一下 你可以想到啪一声很亮 你现在内心能不能想出那个亮光来 熟了它就起来 一想就跑出来 对不对 不是真的亮光在你脑袋跑出来 啪一声 可是那个光感你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一样 因为它是很熟很具体 所以你取这个像很容易 对于禅定像你还不熟 睡不出来 可是你要是熟的时候就像这样 一起念头就跑出来了 好 见之或真到百间乃至无有边际 近身者侠转眼转广 就是说你会发觉就是近身者侠 然后远的话就面一直越大 但见诸佛光光相接 心眼观察如是者 回身东南 互如上观 就是你身体稍微有点 也真的转向 那这个转向其实意义是因为我们人还在方位上有所执着 所以随方位也做个动作回身 其实真正的意思是念头 因为实际上当你坐下来的时候 真正的方位已经没有多大意 只是环夫心在这里会起分别 所以我们 因为我们不要再往生东方 平方 我们前面 我们今天被带上来要去 我们昨天才准备 上来 那边是全世界的 那因为再说佛叫做西方 所以因为众生有方位的执著 所以顺应这样的分别 所以回向西方 那同样观十方也是如此 当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 不一定要观十方 但如果作为 就像我们观西方净土境也一样 我观得弥陀 我同样观得菩萨 我观得菩萨 那我观到那一份正报医报所有项 那还不跟十方佛一一一一样 知道吧 就是近很多嘛 是不是近很多 观正报医报所有四间项 你能不能一一成熟 可以啊 就像我观很多火 我看到很多项 一一项就像我现在 你看我一念头之间 我看到很多人 看到很多桌子 看到很多项 你看项项之间在我心里会不会挤不进去 不能真的挤进来啦 但在我认知上我的心里有没有障碍 你看当我现在看的是这种像 我转头的时候是这一面人 因为我没把你们纳进来 知道吧 我看你们这时候这转头是这样 我这是我的认知心嘛 所以我转过来的时候是我的认知心 你们并不是说很多人到我的脑袋里面 现在我看这一批 这一批请你们先出去不然会塞住 不需要吧 不需要吧 所以你看啊 唯磨解居士 唯磨解脏子 能拥有很多 你看 我靠近影像变大 我一拉开影像变小变广 可是在我的心中 一一法都无自信 起这个影像 都能塞住我的脑袋 但不是石油法进来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吻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西风净土像 能不能看 可以 那净土像从观到成真实 为什么 这样的因言成就内面的种子 所以种子到最往生何处 如果以为是的立场 往生哪里 这就是净土生无生论的道理 你往生哪里 你成就你的因言变化 你自己的八识现出净土像 你以为是的立场 你不是人到净土 就像说 我们每个人众生共共 各个有八识 成就八识 你在你的世间 只是我们的共业 所以我们在同处 收剖世间 但其实你受用的是 你的八识所现的根深七世间 所以我们不断认恋火 是在哪 进化我们的阿赖耶识 当我们阿赖耶识成熟的时候 敬业成就的时候 到时候你的阿赖耶识现出根深气之间 为之什么 净土生 净土相 所以往生 叫做往生 从哪里到哪里 从此念到下一个念 叫往生 你知道往生到哪里 就是这一念到下一念 就叫往生 那就差在哪里 净土因言成不成熟 关键在这里 是不是 关键在这里 所以当你的念火念到很纯净的时候 到最后你依你的因言 净土因言 你的造作 进化你的身心 现出净土相 现出净土当时 你该受用的根深 就是那个想 所以一念寝到极乐世界 所以千万不要搭车 那很久的 你就高铁你也坐不完 从这里买票 坐到极乐世界 来不及的 十万亿佛土 怎么开也开不到的 那一念寝就到 所以你知道 整个念火的因言 在进化什么 其实这个真正念火的因言 跟维世的道理 跟维摩节经的道理 完全都符合在一块的 你了解这个道理 然后再看这些 你就知道 这都是在善巧处 都非常亲切的因众生因言 安利的种种 进化身心的手段 这里都是 光光 回生东南户如上官 记得成就 南方西南方 西方西北方 北方东北方上下 上下当然你不要就朝下 不需要 你也不用头看上方 这个几个念头 念头朝上就好了 你不要到最后 为了观下方人 掉起来往下看 你也不用他们 那么逼你 我们不要太那么在乎 左右可以转 那你就不要上下 掉起来看 这样麻烦 这个意念就可以了 甚至你要知道 真正一个十方观一观成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 这个一般人比较做不到 你一般如果旧方未观 要观到变满虚空的时候 就是说我有一个观念 这个听听就好 因为要做到 你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说在佛法后头他会谈到 后头会谈到这个 升文人跟菩萨的根性 升文人在观这个念佛观 他们也观 但他们的境界就比较狭隘 菩萨观法就大 为什么 心量大 所以你的心量跟你的根性 影响到你的境界 好 那当我们对方位有限制的时候 你观的范围也有限制 所以能观广观十方火变满虚空 很简单 破掉方位之左 破掉方位之左 所以我们来讲说 无时间相方有近未来记 未来记等于是时间无限 当我在有限的生命里面 我的生命就八十年一百年 所以当我对方位有固定的看法的时候 我的心量会被我的执着给框住 所以你能观多少广大的境界 跟你的心量有关 所以你看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也是一样 一个人心量大的时候 做的是时间长久 能深刻而长久 那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发心 我们也发心 好累喔 不然这样就好了 你看就这么一点点 昨天发心今天结束 经常很多事情半吊子半吊子 为什么 心量小 其实这里面很多地方点滴 都在透露我们自己的心量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的福报大小从哪里 从你的认知 你的福报在你放得下的地方是你的福报 到你挡住的时候你的福报就到那里 所以谁让你的福报有限 你 你自己 你自己让你的福报有限制 是不是 当我们很有个性的时候 能不能跟人家沟通 不容易 当我们懂得去观察别人 体谅别人 这个人的人际关系已经很好 因为打开自我 这道理都是在这里 所以你的福报在哪里 在你的限制处 你到那个地方 这是你的 或者就 所以一个人福报大要舍心 不是吗 那我们讲叫布施 其实就是舍 当你不断把你执着的东西 开始舍掉的时候 你的福报就因此从这里放大 同样在观佛的时候 为什么他会训练你观始方佛 他其实也试着让你的心放大 那放大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舍 舍才能大 所以这都是在练习 这都在练习 好 这都在练习 好 你看 记得方方皆见诸佛 如东方矣 当户端做 总观始方之佛 一念所言 舟渣得见 所以说变成说 总观始方佛 就是一个意境 一个意境观始方佛 你变满 以你为中心 所有始方佛 变满一切处 那变满一切处 表示一切处的固定值要打开 这时候你就会 扩然如太虚一般 我们现在忍不了容易 尤其我们现在人跟人的距离 很多都靠近 人跟人的冲突 所以现在心量要修菩萨圣很难 现在人要修菩萨圣 心量冲突太多了 培养不出那个扩然大功的这种气度出来 所以现在的人是这般 连政治人物都是小家之气 我们都把那个地方管理乡镇的那种方式来管国家 所以我们变成是台湾乡 因为我们很多在管理国家的都是用这种地方消 不是长治久安的政策都是这样 心量嘛 因为他训练就这样 所以心量小 所以同样要观华眼世界也都越来越难了 那华眼重重无尽的世界 你怎么重 你观你这一重就跳不出去还重重呢 所以这种人要能体会菩萨大悲愿不容易 所以你看我们未来的人往生的因缘越来越少 往生质量不够了 心小了 心小了看似我往生 但其实越在乎我往生 因缘越少 为什么 你把我看得太重了 而我看得太重不是净土因缘 是惠土因缘 懂吗 所以那混混做到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那个去 就是那一个 那一个什么都忘了我自己的那一个人去 就是那一个 念火念到忘了我是谁 念得不惜生命 面对一切一切结舍的那种去 那个是净土因缘 好 我们讲 定心成就者 即以定中十方知佛皆未说法 以往营销得无生人 若述罪因缘 不见诸佛则 当一日一夜六时忏悔 随喜欠勤 见智得见 你看哦 你为什么不能见 这个后头还有意思的 你要看佛没说法 就关到佛说法 会把你请出来说法不可 有关 这里面他有忏悔 因为他这里面因为他跟你的心有关 所以当你发觉不行的时候 一定有无垢障碍 所以你见佛相的庄严相差别 就跟你的心的心态 因为刚刚主要因缘在你 所以既最有心起将心忏 那我就忏这个东西 所以你久忏会不会显出来 我告诉你一定会 因为道理是这样 你真忏一定会显功德出来 你不用去说我这么用心 难道会不会感应 你这种说法是不了解佛法 你只问方法对不对 只要方法对你忏就有用 为什么 等那个心起的业 那不是那个心灭吗 所以佛法的感应是一种 不用你怀疑的 如是因言 此生彼生 此灭彼灭 它就缘起的道理 所以为什么当你努力 在面对你的罪恶 在忏悔的时候 为什么会能起作用 当然可以 因为那个障碍刚好是 你现在的修行刚好针对 那个障碍你的地方 所以它久忏就会清楚 当然这个没办法再谈 光讲忏悔 忏悔也有另外一个意思 以后有机会再谈 以后我不知道 以后有机会 不过这个以后啦 以后有机会 因为像一直在讲说 要谈那个花花三妹忏 那花花三妹忏 这里面就有一些道理在里面 我们连忏悔也要有方法 有的人忏悔 有不当的忏悔 会沉重 自当的忏悔 会很清楚 罪恶相 但有一种 我深知过犯 但怯悔 忏悔一般正常的现象 他会说 我知道我的过失 我知道我的业果 但因为我正在忏 同时知道他的功德 所以他会懂得忏悔 很真诚忏悔 但在忏悔的东西 会一分一分得到喜悦 因为他知道他现在正在道上 他生性三宝 所以我乐意去忏悔 同时我在忏悔的同时 一分的加持力量 随我忏悔 随我一直生 所以他不会忏得很 忏悔到有的人心智坏掉 不是 正常的忏悔是很真实的知道 很理性的面对 然后把它弄清楚 但同时就体会到 当我在弄清楚的时候 那一份功德是跟着浮出来 所以他不会垮掉 他不会垮掉 他会很欢喜 但他越忏悔越清楚 越忏悔越清楚的时候 他就好像转了 因为暗了变亮了 就这样 所以他这个才正常 不会说暗了一直面对暗 因为有的人一直在意念过失的时候 却没有善法之认 会把它毁掉 所以我们叫人家忏悔要懂得忏 我这忏悔会出问题的 对不对 我就碰到有些人逼人家忏 他也搞不清楚他坐在哪里 到最后起恶恼心 这就是叫人家的不懂 我这的话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所以这个原则大家都留意一下 他就会产生 那见至得见 纵使诸佛不畏缩 是使心得快乐身体安稳 智者名为观世放诸佛 所以这种感应 最近有一位法师给我一篇文章 那是李炳南居士的 他曾经写的一篇文章是人家 听说他替某一位修行人写 可是我看那个文章好像是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一般李炳南居士 就是比较不会去谈这些比较更高的 五十项念火的部分 因为这一篇很独特的是讲到念火的境界 而且这境界拉到很高的 拉很高的 一般来讲 李炳南居士都谈的是实名念火 他不谈很高 但这篇文章里面 很明显谈到那些修行的境界 就是那个修行念火得到欢喜心的时候 那种跟波子相应的味道 那一篇就出来了 有 所以说其实念火念到最后会通到这里 那他这篇里面也谈到这样的一个道理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有的念火念到为什么 为什么前面我们谈到这里 一直希望大家不要一种只是一种 我们如果要讲严肃一点 你不叫老实念火 叫做忽眼念火 我要讲实在的 忽眼 你从来没有真正面对你这个法门 所以你就说一说念 期待人家来接引 票没买 车都没准备 说要去 你就忽眼了 为什么该准备的没准备 所以就一直不积极进取 我的意思就是 那因为在很多大德的修行当中 他的确已如实显现念火的 像前面那样讲 就是为什么要讲那个礼品 因为他们都有这种 心得快乐身体安稳的这种殊胜体会 都是有这种体会的 那就是一个实际修行的叙述 这个很多人有 那我们应该积极的进取 不是贪着这个境界 是因为要得进境界的内心 要调到那个条件 所以你必须要积极的进取 而不是说 懒懒散散的做一个火号 心力又不上去 障碍在哪里 哪里缺因缘又不好考虑 一个方法 我常讲的 盖一个房子 那一个柱子已经够大了 那边那个钢筋都还没绑 老是一直往这个柱子 一直贴贴贴 那边也不盖 你楼层怎么盖上去 缺的还缺 有的在那里 不行 好 我们接着来看 残密要法经 后头有很多地方会有相似的 那我为什么要看 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些相似 也有一些别的地方 但很多道理 我们之前 我们谈到这里 很多道理已经谈进去了 已经有提到 我们看这里怎么说 那如是我闻 一时佛祝社会果 其处其孤独言 儿时世尊 以千二百五十比丘去 世时会中有一比丘 名禅难体 于生禅定 久以通达成阿罗汉 三明六通聚霸解脱 即从做其正衣服 插手常规而白火炎 如来今者 现在世间立安一切 佛媚度后 佛不现在 诸事不重 有业障者 佛媚度后 佛不现在 诸事不重 有业障者 若细念时 境界不现在前 如是烦恼 及一切罪 犯突击罗 乃至重罪 欲忏悔者 当银河灭是诸罪相 好 他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经典 经常有很多经典 是为后来的人说 好 他这里讲说 我们很多修行 修到最后境界很难现前 理由在哪里 他说你必要除罪 那除罪怎么除 后来活不在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当银河灭是诸罪相 若父有人杀身邪见 若欲修正念 当银河灭邪见 若欲修正念 二烦恼杖 做事已如大善崩 五体头地 顶礼佛足 互白佛言 唯厌世尊 为我解说 令未来是一切众生 恒德这念 不理贤胜 你看 一个阿罗汉 为未来众生 启问 未来众生如何除罪 这则儿时世尊 犹如慈父安慰其子 告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如行慈心 与慈俱生 今句大悲 无漏根 力 绝 道 善根 四根 五根 五立 七结婚 八真道成就 如以今日 为未来是一切众生 问除罪法 地听 就是除罪法 善师念之 儿时世尊 放其放鼎光 此光金色有五百化佛 绕火七渣 造其陀灵 异作金色 献此相语 凡从佛顶枕骨鹿 儿时世尊 告禅难体 其赐阿难如等 当教未来众生 罪业多则 畏除罪故 教师念佛 以念佛故 除诸业障 暴障 烦恼障 好 其实为什么我要念这个 因为这是胡河默 胡河默 罪 我没有罪啊 你光这个无名罪就够重了